我老公有一次是跟小鐘 他們去長灘島 然後晚上他們去夜店的時候 他們去夜店的時候 就看到有那個鋼管嘛 然後就是不知道 我覺得男生就很無聊就看到他們 就會想要試試看 然後他就覺得輸人不輸 正不能輸台灣人的臉 他就上去來跟大家說他是台灣人喔 台灣No.1 dancer Yeah 結果他就上去 一上去 然後大家就想說 那個姿勢怎麼還可以維持在上面 那麼帥 然後他就想說小鐘來一下 怎麼了 脫舊 真的脫舊嗎 我跟你講那一天喔 因為長灘島你知道那個bar 那個海邊那個lunch bar很漂亮 然後他吃喝喝喝 那就很多人他有一個鋼管在那邊 就很多人上去弄嘛 然後各國家的人都上去轉一下 可是那天不是跳舞的人 就是他們只是在爬在那邊亂弄 那很難看啊 然後我上了小鐘說 欸不要丟我們台灣人的臉 上去跟他看看 什麼叫做鋼管 鋼管我來講 對我來講是很輕鬆的 因為我們當兵都爬單槓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不曉得說 自己大概可能年紀也到了 再加上這個 因為手因為以前在地上轉嘛 有男生 對 然後又上去 我在冒險奇兵的時候 就抓那個單槓 我在這邊轉11圈下來 哇塞 一點事情都沒有 但那個這樣一上 冒險奇兵太久以前的節目 一圈 一圈就 就動了 然後一圈就 然後因為很多人看 所以你就先下來 就擺咬直走 小鐘快過來 怎麼怎麼 我說 真的喔 就整個就拖借我嘛 拖借我 還要接骨 周欣妮 那你老公身手這麼好 幫忙做家事一定很厲害 我老公 我老公呢 其實他應該是個可愛的公子哥呢 我老公 我愛你 他呢 我跟你講我每次喔 我覺得 真的當媽媽太幸運 我每次都是一大堆尿布啊 奶粉啊 菜水果 就已經夠重 我本身更重 又背著包包 還有我的錄影的東西 我每次回家 我還說為什麼冬天 你都大 大顆光 我說因為我很累 我要扛很多東西 有時候我就跟我老公去買菜 然後想說 哇 有看到那個礦泉水 還是中等的喔 不是那種大瓶 是我們平常喝的那種 然後我就買了一瓶給自己 然後買了一瓶給我小侄女 他說沒關係我來扛 就小小的一袋而已 就要走在路上過癮 他說欸你們兩個 我說幹嘛 他說 你們兩個可以把水喝光嗎 我說怎麼了 我說好重喔 這兩瓶很重 好然後之後呢 最近我老公這陣子可能開始 因為練功關係 他最近腰很痛 近半年都很痛 每天都很痛 痛到半夜也是我泡奶奶 兔寶庫也是我抱 什麼都是我弄 然後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 我們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他又說他腰很痛 所以我就一手拿音樂車 抱兔寶 然後拿東西 我說忍不住 我又跟他講說 奇怪 你遇到我都腰痛了 我跟你講他其實聽懂 他有點快發 他說什麼 我說喔沒有啦 所以我真的太誇張 我每次說我都亂買東西 所以都讓你提很多 所以讓你腰很痛 還是我提好了 最後都還是我提 就這樣啊 可是就是他最近都一直一直在腰痛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他還會痛十年 我跟你講 我們以前 以前我剛認識潘老師的時候 我們是住在五樓 然後是沒有電梯的 然後那個 沒問題他剛才就這樣 爬樓梯 他也是 沒問題喔 他回家就腰痛 對他回去就膝蓋痛啊 他就說他膝蓋痛 以前我們常常下樓才發現 啊忘記帶手機了 然後又要再上去 或是有時候上樓發現忘記帶鑰匙 然後就是很麻煩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說他膝蓋不好 所以後來就變成我上去拿鑰匙 我上去拿手機 到最後我們現在搬新家 直接搬去一樓 對啊 因為我跟妳講啊 其實啊 他運動啊 這麼激烈 其實他的膝蓋 他的關節骨的地方 應該都會有傷害 你應該很早就要去 換這個膝蓋關節骨了 我跟你講 你看像他這樣講 我就基本上 我非常保護這幾個地方 一個就是膝蓋 所以我目前膝蓋 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你現在敲膝蓋 腳會翹起來嗎 唉唷 好無聊 OK的啊 對啊 對不對 你的你會不會 這每個人都不會 我為什麼跳不起來啊 你為什麼跳不起來 你為什麼這樣子 腰不能受傷 當然是腰真的不能受傷 腰受傷真的 我以前 腰受傷是 因為在地上轉 風車嘛 以前那種跳 很喜歡在地上轉 然後我以前做滾輪 一天要做300個 對 以前做滾輪 其實滾輪很傷耶 滾輪 羅姐認識我那個時候 我以前上他節目 他就叫我在表演做滾輪 我就做滾輪 你看我以前做的太誇張了 趙老師 趙老師那個滾輪真的會很傷身體 對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暖身 然後加上做的時候 像潘老師一直都在做運動這一類的 他可以做那麼多 別人不行啊 就像剛才走樓梯一樣 真的 為什麼走五樓會 會含膝蓋痠 會含腰痠 那不然叫潘老師來 剛才跳桌子 跳個20下就好 就不可能了 因為那是爆發力 我跳給你看 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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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避免傷害了 所以不要跳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有什麼運動 可以幫助腰部的肌肉放鬆 比較不容易 因為我曾經聽過 那個 很多男生呢 女生也是喔 刷個牙腰就扭到 對 所以他說刷牙怎麼腰會扭到呢 因為有時候那個水槽比較低有沒有 沒有 他是這樣 噢 一大早起來可能沒有 欸 鳥文兄有這樣過嗎 我有過啊 因為之前我在刷牙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洗臉盆都蠻低的嘛 低 而且因為早上起來根本還沒有暖身對不對 沒有暖身 對 其實我告訴你們 如果你的腰閃到的話 我教你們一個方法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腰閃到的地方可以進 你看你們家都會有樓梯有階梯這個地方 把你的腳往下壓 有沒有 往下壓 往下壓 很舒緩 你往下壓 你能夠壓得越厲害越好 然後呢 它這個你在這樣子震動的時候 它的脊椎骨就是在重新排列 完了以後你的腰就會很舒服 你就早跟我們講這個 我們就不用去看復健科啦 這個是復健醫師教我的 可以喔 可以 你在一拉到的時候 你要去緩解你的疼痛是可以的 對 但是它對於你腰的拉傷並沒有幫助 它是在暖緩 因為你在拉的時候真的有幫 所謂拉傷你在 你在早上刷牙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彎腰或什麼 你的肌肉緊張了 開始沒有暖身好 所以它可能受傷了 它可能一再被拉扯到 一拉扯到為了維持你的姿勢 它是過度的收縮 所以你整個很緊 所以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是把你背部的整個肌肉有拉開 是因為緩解 可是你肌肉已經受傷了 那怎麼辦 所以接下來還是休息 休息 第一個是休息 第二個如果你覺得還是會痛 冰敷 對 這還是需要的 那我所謂講的是 不只是你的肌肉拉傷 因為它這樣子 會讓你的骨頭的排列組合 重新來過 這個是我在Beverry Hill的那個 很高明的骨科醫師 就是阿朗下面挖鍋的那個 開道那個主科醫師 跟跟我講說 你平常如果真的有一下不舒服的話 你就站這樣 一閃閃完了以後 連肩頸旁邊所有的全部都收掉 OK 那所以問一下PARODY 你曾經受傷到穿鐵衣喔 那一次是因為在課堂上上課 然後上課有時候 你跳了盡興之後 大家就要玩 玩了之後你就想說 好了 反正這麼多年 應該沒什麼關係 就要四人 風車轉兩下看看 結果他就真的轉 轉了第二下 就就卡一聲 然後就整個腰椎 不能動 我腰以前受傷 除了跳舞之外 還做了以前一些事情就是 以前有時候 要為了要佔車位 你知道人家摩托車上面 有放那種瓦斯的 送瓦斯那個 摩托車後面放了兩個瓦斯 他因為佔了你的車位 所以你不得不得把它推開 我是把整個摩托車 跟著瓦斯桶這樣 哇塞 這麼帥 頭在前面用滑的嘛 但是你把後面拉起來 就把推推推移到旁邊去 我以前就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因為 長時間這樣中 所以我就腰受傷 再加上我這樣酸 在坐風車的時候 一受傷那一下子 就是整個就聽到 一聲不動 不動之後就真的沒辦法 然後就請工作人員進來 就叫救護車送走 然後就給我穿了鐵衣 那個是對我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其實很糗 一個老師然後封車 然後救護車來 穿鐵衣 然後又是鐵衣 對 我覺得那個受傷不能放對不對 對 不能放 所以你就放半年對不對 想想也是 以前我們都笑人家說 怎麼會在浴室跌倒 總覺得說那是老人 才會有的事情 我就去年 去年我是喜歡的 浴缸對不對 我只是要做出一個 跨出浴缸的動作而已喔 我這樣一跨 然後就 又一滑 又一滑 我跟妳講這個真慘 我跟妳講這個真慘 一滑 我先 到底是傷到哪裡 應該是要折完吧 我跟你講 硬硬方方的磁磚喔 是整個 整個 砰砰砰 這樣摔三下 然後那個叫聲太淒厲了 好 然後我就聽到我老婆 急出的腳步聲 我先想老婆要來了 再痛到忍耐 老婆一打開門 看我跌在浴缸外面 看到我 他看到 因為他覺得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後來呢 從那一天開始 就大概 脊椎也痛 但是在家裡面呢 我都盡量忍耐 因為不要讓 因為老婆小時候17歲 那我們最大的陰影是什麼 看電視我還做直陰影的喔 好真實喔 然後看電視我老婆說 你不會痛啊 不會 你怎麼會痛 你怎麼好痛的 然後別講的時候在冒汗 因為太痛了 不然你沒有去看醫生 我就堅持不去看醫生啊 因為我總覺得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也常常有這種腰傷啊 你先開一下就好了 對 就是 睡個覺就好了 不會啦 你現在的年紀這樣睡覺 已經不會好了 睡一睡 睡一睡